Hello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譚善妍 兄弟一定是AK 我和Edan都拍過親情片 我和Edan拍愛情片 但不行我會被他的粉絲 會不會很害怕 因為我們本身認識 所以都很信任對方 而我們去演戲的時候 也會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做更好一點 譬如我扔他 只要他就罵 他也不需要擔心他會不會生氣 不需要留守 是的 他留了一年級 他會不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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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 但他不是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他會有輕戴過的 他絕對不是那些 非常光光烈烈的開程線 他不是 他會繼續說他兩個人的相處 又不是要專注在他有沒有結果 兩個人如何改變 因為我很少會做一些溫柔的角色 但的確他保留了我很多角色的元素 他也會有他硬正的一面 就是保護小朋友的一面 但他其實很多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很溫柔 很有愛心的一個人 平時我看到小朋友 我會… 是 走了 因為怕不知怎樣 我不是不喜歡小朋友 而是我不知道怎樣令他們開心 我對小朋友的想法不同了 就是他們都是很caring的人 例如有時我連踩了很多天 會有小朋友過來問 神光老師你是不是很累 你要不要喝水 那些媽媽也會過來 神光老師你是不是要喝水 那我就覺得 小朋友比我想像中大覺 懂得思考 有啊有 他們有送很多小禮物 有些是送蛋糕 有些送餅 有些是畫 有些是卡 有很多 有一個是做了一個燈 一個蠟燭燈 而且他們也很聰明 有一個角色是做輕到自閉的小朋友 他們也很聰明 他們可以做到 有些可能是 他們本身有些情緒會很不開心 你知道跟他們溝通過 說了這件事究竟是甚麼事 他們都很快會解釋到 所以其實我之前擔心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有一場拍了比較後的集數 就是講音樂劇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都是最後一次齊人在這裏 那場戲本身很感動 拍完之後 有一種開心 開心的感動 拍完之後 他們都知道拍完了 今天完了 他們就一個哭 兩個哭 全部一起哭 我就覺得 那個場景都很壯觀 這個時候 導演就走出來 他們就說不要住 就坐下來 一起再唱一次 拍了那個彩蛋 留意到蛋哥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風趣 和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我感覺就像大地小學的校長 他裡面的角色 因為裡面的角色 他都是用一些風趣和幽默的方式 他教你一些東西 或者跟你分享一些東西 他講一半不講一半 讓你自己得到他 讓他自己想到 究竟他在說什麼 他絕對又不是用強盟的方式 所以跟蛋哥在現實中 好像自者的形象是很相似的 那個就沒有挖了 那個真的沒有挖了 Casting的時候 你再來 給我多一場 我試試 你想我改什麼 我立刻改給你 我當時是很進取 在Casting的時候 我就很想拍親情片 還未完結 我還想繼續拍更多 因為我喜歡事之與和 我亦都很喜歡日日 我之前沒有特別想自己喜歡什麼類型的片 但我發現原來我最喜歡的片 最後都是親情片 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有每個故事 他們沒有限制我什麼 或者沒有什麼 我媽媽還挺鼓勵我 那天我看到 打開銀包 為何我把YES卡在那裡 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我沒有給他 我覺得好笑 我感動的 還有好笑 為何悄悄藏了銀包 來吧 我 來吧 我 來吧 我覺得自己蠻幸運的 我可以試試不同的角色 雖然剛才說 可能很多角色都會有一種挖 在裏面 但我都覺得是一些蠻不同的挖 而且在挖以外 總會滲到其他我未試過的東西 例如婚愛情 他有一種神秘感 有一種再暗黑一點 大刺 那種挖 然後莊惠 其實他很爽直 但他其實也有很可愛的一面 我覺得莊惠這個人是很可愛的 因為他值得來 但他人很正義 而且他真的很純粹 我要做一件事 我就要做到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勇往直前的性格 我經常性都很自我質疑 覺得有挫敗感或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提醒自己 以好事莊惠感 不要去莊惠那種堅持 不要理會 先捱了 先做了 或者是 好像他這樣 被人打到站不到 都要站我未輸 都想試一下 想試一下愛情片的 偶像劇也想試 但我不是偶像 我也想試一下 因為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看台劇 那些惡魔在身邊 民間絕對我為你 那些我全部都有看 有段時間都很迷戀 所以如果自己有一天 都可以拍到這樣的偶像劇 都會開心 希望我拍的角色 我希望可以有好一點的結果 因為我每次都發覺 無論是MV也好 電影也好 不是他死了就是我死了 不是他坐牢就是我消失的 兄弟一定是AK的 AK是很有兄弟的感覺 你不覺得意志寫著在搭頭上 我跟Edan也拍過親情片 我跟Edan拍愛情片 但不行 我會被他們的粉絲 會很害怕 算了我還是跟AK最安全 AK我跟他拍過 買愛情線的劇 都沒事 他應該是AK最安全的 兄弟又回給Stanley 親情都是Edan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